什么是白什么是露 天上的金星仔细去看是白色的 金主收敛收缩 这个时期周夜温差大 这个收缩力就强了 落到了地上 各种的物体上就附带了这种 也成了水 露水 这就是白露 那可见秋天力量很强了 这个就是在正秋的这一个月 白露往后一个月 按道理是今天23点多才是白露 那可能如果是地方是23点之后 应该是第二天的开始 也就明天可能才是白露 那这个甘之力 我们讲节气就是这个甘之力 甘之就随着这个节气 年月日时两遍 这一天周夜温差大 还代表什么呢 我们可以去理解了 就可以代表 这个白天那么热 晚上那么凉 说明这一天的太阳 白天很热 到晚上它就散热比较快 热的快 那可见当天的这个太阳这个能量是很强的 你说一年当中 那年力量当然最大吧 但是那这一天如果天下雨 那你会很冷 如果太阳高照 那中午会特别热 跟夏天几乎没有区别 那所以说 在游戏相交的两个季节 春夏夏秋 可见当天这个是当令的 那当天当中呢 又当时 那你刚好在中午 那你就热了 你到了晚上 那你人还在外面 那就冷了 所以说当时 时日又大于日 虽然它很长 但是离我们比较远 这就是教我们怎么样的人 活在当下 还有个什么特点呢 这个白鹿 天清地明 天地匹挂 那就是 这些指的误后现象 全都是鸟 那我们前面说鸟的可能比较少 到这个时候 都是在天上 都已经感觉到了 变化 因为它天地分明了 这个天上的气 越来越稀薄了 第一个前五天 这十五天当中 前五天 这个大燕 由北向南飞了 然后小一点的燕子 过了五天 也要回家了 然后所有的鸟 就都要找地方休息 甚至储备过冬的食物 那就讲的这些 那还代表什么呢 这个天清地明啊 这个时候按道理 自八月的开始 那八月呢 八月十五 实际上真正的八月 不是阴历的八月十五 中秋 那只是为了老百姓方便 因为到了好记忆嘛 那个时候节气还几点几分 有的时候不好去统计 就一说看月亮 就知道 这个时候 那为什么不是这个白露 这一天呢 或者说过了十五天呢 这一个月当中呢 因为这个月亮还没圆嘛 那你这个时候圆 那你这个月亮更清楚 它不可能这个时候圆 所以你要等到八月十五 正经的这个白露开始 往后的 这个第十五 月亮圆的那一天 因为在这个月当中 它一定是全天当中 感觉到最皎洁最亮 因为这个时候人体感觉有变化了 那当然也可以春舞秋动 但是老弱病残就不要了 至少你把你的脚保暖起来 然后这个膝盖 这些都是枢纽 关键部位 好